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各位粉丝听众大家好 我是尹柯很高兴再次和大家 在沃夫米店的平台相见 P2P第四期 我们上一期说的是假 这一次说的是大 前面我提到过 P2P的盈利模式 盈利模式就是存贷差 其实它就是年化 大概有六个点的收益 就是五到六个点的收益 一个亿一年的收益 就是五百万 十个亿一年的收益 就是五千万 一百个亿 一年的收益就是五个亿 所以众多的P2P平台 通过造假 通过各个方面的造假 要把自己的平台 的规模推到百亿 一推到百亿以后 它所寻求的就是香港的上市 就是寻求美国的上市 有很多的平台 确实也做到了 但是有大量的平台 因为数据造假 通不过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核 所以纷纷腰折 那么造假 可能在前期没有成本 但是把它的 无一味的造大 那是有很大的风险和很大的成本 如何造大呢 第一个 盘子扑得大 不管有多少人关注我的平台 我要号称我的平台过百亿 那么也就是必须按照前面的做法去做假 大量的假的房产证投到这个平台 第二 团队 团队要 做打 从某某平台 杭州第一份公司到杭州第13份公司 我在说一个杭州城啊 我们平安银行信用卡团队 最多就七个团队 对吧 我所知道平安银行信用卡团队 最多的时候就七个团队 你搞P2P的要搞13个团队 13个团队 你就13个office 13拨人 13个高管 13个 企业注册 第一份公司第二份公司到13 有必要吗 完全没有 但是 因为众多的平台的竞争 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就希望他在每一个区 每一个区的高档住宅小区边上 或者是老百姓密集的 这个小区的边上 就要有我们公司的那个 第一个就要有我们公司的那个分公司 大量的资产的消耗 就夸张点的程度说 很多的P2P的平台 把它造大 造的比一些城市商业银行的营业 网点都要多 比如说像温州银行 北京银行 南京银行 苏州银行 丑州银行 等等 这些银行都只有两三个营业点 他他妈在杭州有12三个营业点 这是天大的笑话 我是看在眼里 我是把这个事情看得清清楚楚 搞大 还有要把什么东西搞大呢 就是广告力度搞大 就是营业网点搞大 广告力度搞大 广告力度 原来从杭州市电视台 便投放到浙江省电视台 你明明是做杭州的业务的 他要放到浙江电台 浙江电台投完了 他还要投到中央电台 明明做上海的业务的 就放到中央电台 他的目的就是欺骗那些 来欠线下投资理财的 这个大爷大妈 你看我们中央电台 我们中央电台黄金时间 天天在投放广告 还有像有些平台 像前段时间 这个爆雷这个泰然金融 小泰科技 他呢 给母校浙江大学 给浙大 有些平台给母校交大 就投赞助 投那个 第一个 就把形象搞大 潘宝峰啊 那个当初的时候是 好像是 给了浙江大学捐了一个亿 给浙江大学捐了一个亿 33岁的潘宝峰 在浙江大学设立了互联网金融教育基金 到扶任那个慈善榜 第二十名成为80后的首赛 那么终于啊 他的平台也爆了 而且呢 变浙江大学工程师 学院互联网金融分院创始人 和名誉院长 浙江交通大学 安泰金融和管理职业导师 浙江工业大学 EMB导师 外滩金融创新实验区 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浙江全国理事会 主席团主席 什么都往大的吹啊 吹的也要大 吹的也要大 名片拉出来是一流 名片 那个老总的名片拉出来是一流 反正把我给吓了一跳 好多的人啊 我都是看着他起来的 我都从10年到16年 我都是看着他起来的 我今天也在淡然的看着他倒下 从因为牛逼啊 你吹得再大 总有爆的一天 我说的还是盈利模式的问题 盈利模式 它是可以盈利的 但是要有很强的风控 你要有很强的银行班底 为什么当初的时候 钱包网的老大 在那个广发银行 王信言的这个撮合之下 希望我 他花108万请我 一年请我 我去给他做分控 我告诉他 你的牛逼已经吹得太大了 现在不是说 用根什么东西能把你扎破 而是已经可以扎破 已经早就破了 别人是七个坛子 三个盖 盖来盖去不够盖 他们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17个坛子 三个盖 就太大了 吹得太大 玩得太大 游戏 这个做得太大 第四 还有一个大 就投资回报率太大 有的投资回报率 年化68% 你今天请巴菲特 你今天去请最牛的投资人 最牛的投资经理 他能把你 你对赌协议里面签好 投资回报率68% 谁他妈不跟你这玩 对吧 一个P2P平台 是吧 你一个普通浙江大学的 普通的浙江大学本科生 上海交大的硕士毕业生 你告诉我 你的投资回报率 可以到68% 你这不是吹是什么呢 你这不是开玩笑是什么呢 对吧 你投资回报率达到12% 那就是高手中的高手 68% 那你是什么情况 这个不是一般的吹 这个不是一般的吹 还有一个大 就是领导人请的大 他请的是杭州市 杭州市 那个副市长 我请杭州市市长 是吧 你请杭州市市长 我请浙江省副省长 是吧 只要把他请到我的公司来 我就成果 甚至有的请浙江省省长 浙江省省委书记 甚至有人请李强和夏宝龙 那个时候 李强的司机还问我 你觉得这个P2P的那些公司 靠谱吧 我说你都信洋洋了 我说你告诉领导 千万别去 是吧 市场上 市场上 只要有人能撮合 把李强请过来 给多少钱 给180万 只要那个时候 把那个夏宝龙请过来 给220万 你只要把杭州市市委书记 请过来 是吧 市场价80万 领导请的大 我说你们应该 不应该请这些人 你们当年的时候 应该把习近平请过去 当然这是玩笑 这是玩笑 还有并购的大 什么叫并购的大呢 小平台纷纷被大平台吃掉 因为小平台 他有一些忠实的头粉 那么有些小平台 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自己做一个估值 因为他有数据 自己做一个估值 被大平台吸收掉 我们当初 就我投的当初 投的好几个 这个天使轮的P2P平台 我说的投 不是说投标 我说的投是 他刚开始的时候 我做了投资 有的5万 有的10万 有的7万 有的8万 这么投 后来拿回来都是10倍 基本都是10倍 甚至有一个平台 前面已经把本金还给我了 后来又给了我几十万 因为那个股份 我的股份 我当年浙江铁创 给他投出去的股份 并没有在他的工商里面 只是私下两个人的君子协议 那么有些人卖了 P2P搞了两年 这个平台卖了7千万 6千万太多了 那么我呢 也过早的离开 也确实也赚了点钱 并购的大 不停的并购 并购了以后呢 他就有一些忠实的客户 还有一个呢 什么呢 排场大 什么叫排场大呢 年会的时候 哇操 那个排场就大了 开年会的时候 排场 要多大 有多大 从浙江 芝江饭店 到那个杭州 那个西湖国宾馆 全包下来 我说 你有必要全包下来吗 他说不 他说兄弟 他说 你呀 帮我请些人来 他说你帮我请些人来 他说年纪小的不要 就要年纪大的 年纪大的呢 请过来的时候 有些人 就真的是群众演员 请过来 请过来 他给一张纸 他让他儿子 让他朋友 教他 他请他过来 给他酒店 让他吃两顿 开会 你要 那个到 然后呢 他的标定 你偷多少钱 我那个线下理财 投了两百万 当初的时候 他来 很多人找我们 什么呢 因为我下面有兵 我下面有三十多个客户经理 把客户经理的父母 给请过来 这些人提早一天来 叔叔阿姨 我们请你过来 每人给他们去买衣服 找下面的这个小姑娘 给他们去买衣服 从头换到脚 给他酒店 陪他玩 玩好了以后 今天 明天 中午和晚饭 我们有个活动 你们只要说 在线下 给我们线下 投了两百万 三百万 就是 排下大 还有一个 会开的大 就会啊 开的很大 只要你来 他不管你是不是我的真实会员 是不是我真实的怎么样 一个会场 三千个人 杭州的那个金正啊 过去还以为 他们把你们搞传选 啊不不不 我们搞P2P线下的那个联系会打打写 真实的那个 真实的投资人啊 只有五百个人 来了三千个人 这么万 好 这是P2P的假大空里的大 好吧 下一期我们讲空 我是尹柯 很高兴 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我希望每一个观众 都可以给Wolf Media点个赞 并且订阅Wolf Media 再见